自己的生命都有些問題 剛巧看到YouTube斷片 有牧師的電話 所以我便用WordApps牧師 用牧師來講述我的問題 我也很感謝牧師的 他發了一些傳帶給我 我在聽的時候 我自己都覺得鬆了很多 很舒服 頭部好像有點痛 有些觸扭 有些飄飄然 好像有些釋放 痛和觸扭就是有釋放 其他就是聖靈帶來的平安輕散感受 這就是在家裡聽錄音的時候 其實大家想要我可以傳給大家 我都放過在群組 你也想要我可以再傳給大家 有兩段 第一段 牧師講話那段 我用來做祈禱 我覺得真的有一種釋放 第二段是一些音樂 我在睡覺或搭車的時候 都會去聽聽 希望個人更加平安 和內心比較舒服 而然都很感謝神 真的很有效 其實我平時都會祈禱 所以我看了聖經 好像覺得 看完都不知道做什麼 都不知道說什麼 完全不想看 不如不要看 浪費時間 看來做什麼 好像完全和我都沒有關係 都接觸不到 我觸摸到 為什麼要浪費時間去看 所以我就是 但是我都會看的 我看完就算了 蓋上去就這樣算了 而且真的不太想親近神 因為剛才有位姐妹和我 祈禱分享 都說過我 不相信神 其實都是重要的 但是其實有些真是很不舒服的 其實有些矛盾 我雖然很不相信神 但是我真的很怕離棄她 我還沒有離聖這裏之前 我自己都強迫自己去教會 祈禱 就一定要拿著神 因為我自己之前都有 拜那些黃大仙 觀音 玩塔羅牌 接著就算命 占卜 去投籤這些習慣 就惹到一些邪靈 就是很不舒服的 好了 都很期待今天來到這裏 其實 我今天來了之後 多謝牧師幫我祈禱 那開始在我祈禱的時間 我已經覺得個人很輕飄飄 已經覺得不舒服 很想作惡 之後牧師就帶了我旁邊這裏 為我做一個釋放祈禱 在這個過程之中 我感受到一些 開口祈禱的時間 是很不舒服的 我覺得 就好像有一些魔鬼的形象 是很鮮明的 很黑暗的 就好像以前看卡通片那些 然後直眼很紅 整個魔鬼的 很黑的 那些 還要很明亮 很明亮的 那牧師就叫我 敷出來 這樣 這樣 慢慢敷 慢慢敷 那個形象就開始慢慢慢慢的 慢慢的消失了 那另外呢 我自己就有吐了出來 吐了之後 各人就會覺得 輕鬆了很多 好像有些的 重淡 好像就放下了 因為我自己也是一個 很固執的人 那我真的 我什麼都想自己拿上手 自己控制了 就完全放不下 這樣 那就是 那 那麥牧師幫我祈禱之後 我就覺得 應該是時候要放下手 不可以自己拿得那麼緊 還有 就算讓我拿得到 那我自己的身 都是很不平安 都不舒服 都沒有過效 那我拿來做什麼呢 都有這個反省的 另外呢 牧師都跟我說 就說 叫我原諒我父母 其實我自己 真的對我父母 就有一些 仇恨 有些是不喜歡的 那我就 呼求耶穌的名字 就去原諒到他 那當然呢 要我100%原諒他 是很不可能的 那 都需要一些時間 那樣 那 但是我都會繼續去做的 還有呢 剛才 在這個祈禱 我真的 很感受到耶穌的真實 因為我覺得 我平時的奇谷 就完全感受不到耶穌 那我覺得 好像真的跟空氣說話 沒有分別 那樣子 只不過是幫助自己的宣押 那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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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真的被我 真的被我 真的感受到耶穌 還要耶穌 唱歌的 會不自然 就很自然 就跟著他一起唱 那樣子 剛才耶穌 就出來 就 叫我們出來祈禱 幫我們祈禱 那樣子 那樣子 耶穌斯 都沒有碰到我 那樣子 這樣鬆蕎蕎 這樣 這樣 又行來去 那樣子 聖靈就在我身上做了功 這是喜樂的開始 感謝主,很快鬆到 很開心 感謝耶穌 所以你繼續跟從神 很感謝神 我今天分享到這裏 多謝各位 多謝熱門師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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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